主和他立了和平的盟约 立他为王子 使他永远享有私忌的尊惠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圆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我们今天我们纪念圣若王宝露二世 若王宝露二世他做教宗做二十七年 等于说我从还小的时候 他陪伴着我长大 他离开的时候 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好像是失去了我自己的父亲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看他这个人 他就是陪伴着我们 在很多很多的方面 提醒我们 带领我们 要怎么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 过我们的生活 如何度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祈求天上的这位伟大的圣人 若王宝露二世 为我们教会 为我们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上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育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育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基督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请大家祈祷 慈悲的天主 你愿意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 领导你普世的教会 求你赐我们因他的教导 打开心门 应接基督人类唯一的救主 并把他的恩宠传扬于普世 他是天主 盼你及圣神 永生勇往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在山上 那翻山越岭的逝者的足迹 是多么美丽呀 他宣布和平 传报喜讯 传报佳音 宣扬救恩 对西雍说 你的天主为王了 请听 你的守护者都高声欢唱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主 回到了西雍 耶路撒冷的废墟啊 你们要兴高采烈 一起欢呼 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子民 救赎了耶路撒冷 上主在万民眼前显示了神圣的力量 大地四极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你们要向上主 你们要向上主歌唱新歌 普世大地要向上主涌唱 要向上主歌唱 赞美他的圣名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日复一日 不断宣扬他的旧恩 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 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各家各户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请光荣上主的名号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请向万民宣布上主为王 他稳定环宇 不再动荡 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主说我是圣母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为你 耶稣显现给门徒们 吃完了早饭 就对西满伯德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伯德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德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慕放我的羊群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德因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你爱我吗 便忧愁起来 就对耶稣说 主啊 你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围养我的羊群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 耶稣任命伯德路 要募放他的羊群 那我们想一想 看一看这个场景 伯德路跟其他的门徒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到赞利利亚 在赞利利亚 他们就去捕鱼 那他们捕鱼的时候 耶稣就献献给他们 耶稣准备了早餐 他们就吃了 吃完早餐 耶稣就问伯德路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那伯德路 我们想一想伯德路 他知道说现在的时间 耶稣会献献 耶稣就会把一个伟大的使命 交给他吗 他应该完完全全的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应该有心理准备 他应该会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 以给一次 耶稣就不再重复问他了 他如果知道的话 他就不需要忧愁起来 他就不需要难过起来 因为他已经准备了 所以他完完全全的不知道 今天耶稣献献给他们 要给他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 那耶稣选择伯德路 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伯德路 他做了什么好事 有什么好成绩 让耶稣选他吗 应该是完完全全的 是因为耶稣 选择了他这个人 没有其他的原因 是因为耶稣就是要把这个使命 交给伯德路 那伯德路他要做的只能接受 接受天主耶稣基督 所给他的这样的使命 今天我们纪念是 圣若王保禄二世 若王保禄二世 那我们也想一想 若王保禄二世 他年轻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过 他将来要成为 罗马教会的教宗吗 他也应该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看他的故事 他小的时候 他就是要走这条路 他要修道成为神父 但是因为那时候的 在波兰的政治的状况 他自己也受了压迫 他受压迫 那本来是好好的读书 也没办法读书 他就在工厂工作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应该看不到未来 他的未来好像就是一片黑暗 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在被压迫的 被共产党说压迫的 他甚至说明天 我可以还继续活下去 他可能也不知道 那我们讲到耶稣基督 他将神成人 他是因为这样的将神成人 所以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他跟我们一样 若王保禄二世也是一样的 他懂得这些被压迫的 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 共产党的压迫是怎么样的 他也经历过 那看到 看不到将来的希望 他也有经验 他看不到将来的希望 天主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陪伴这位年轻人 准备他要接受将来的 的伟大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天主的带领 天主的安排 天主给他的准备 他当教宗之后 他给我们很多 很多方面的教导 在伦理方面 在婚姻生活方面 或是鼓励年轻人 要他们要怎样的去面对将来 不要害怕 他们要起来 通通都是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 他不怕 他本来看到就是黑暗 没有希望 但是他知道 天主在 天主会带领给他一个希望 也同样的 年轻人 你们不要怕 面对将来 有天主在 我们就不用怕 所以这位圣人 他了解我们 是因为他已经经历了 我们的经验 在工厂工作的 这些工人 他也知道 因为他也在工厂工作过 所以是因为是这样的 他就知道 我们是面临 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他透过他的教导 在27年之久 他就带领这个的教会 要走向同一个目标 就是走向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感谢天主 给我们这个教终 让我们也能够认识 看到天主 天主是认识的 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也定了 那个慈悲 慈悲主日 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 天主是认识的 从他的经验 他体验到 天主对人的认识 所以我们祈求 天上的这位圣人 继续陪伴我们 他不但是在 27年陪伴这个教会 我们还是希望 他永远继续陪伴 我们这个教会 走向耶稣基督 现在让我们把 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 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宽容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众生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勿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恩施 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重于我们 及一切信仰和信仰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浓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你诱惑 但救我们愿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在圣神中和祖内 我们何而为一 在圣神中和祖内 我们何而为一 我们祈求有一点 不是万民能何一 因相爱别人认出 我们是基督徒 别人能认出 我们是基督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